下一題 0.5末的水有幾克 這個是跟剛剛一樣比較簡單 還有幾個氫原子 這裡的小東西要注意 這裡有一個小 當我在提示你有什麼要注意 先問第一個 0.5末的水有幾克 問題1 水的分子是要記得嗎 H2O 問題2 你會算水的分子量嗎 老師講過 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就沒有人在直接考試問你分子量多少了 但是你還是要會算 因為你在算末盒的時候需要用到分子量 你知道水分子量多少嗎 然後答案就出來了 答案就出來了 好請問你 0.5末盒的水 有幾克 有幾克 講過你不要只報答案 你要告訴我怎麼算出來 100 白號 白號 答案 然後怎麼算出來 8加1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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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胡亂嗎 8加1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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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加1很久 7加2 9-1 4-1 4-1 4-1 1加8 剛剛我講過了 你應該很煩 你應該很煩 3加2 3加2 4 4 2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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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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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4 5 5 4 5 5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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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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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前面有0.5末的水 你可以算出來水有幾個 可是那個不是答案 因為一個水有幾個氫 2個氫 所以你必須要怎麼辦 2 這又是重點 這又是重點 我給你一個什麼 我給你一個H2SO4 問的裡面有幾個氧 你給的是硫酸 算算是硫酸有幾個 可是一個硫酸裡面有幾個氧 4個氧 所以你要乘4 就這樣 OK 所以這裡有幾個氫原子 0.5末的水有幾個氫原子 0.5末的水有幾個氫原子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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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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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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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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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坐 請坐 坐 阿諾賽道 0.5 0.5末的水有幾個 1末是6乘以10的23次方梗 2末乘2 3末乘3 0.5末乘0.5 6乘以10的23次方乘以0 6變成3乘以10的23次方 就是誰有水 水有3乘以10的23次方梗 可是剛才講過了 一個水裡面有幾個氫 2 2 2 所以又變成3乘以1023次方梗 再乘以2 變成6乘以10的23次方梗 這樣子有問題了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